危机的话我们刚才结束之前我们就有说到 危机其实这一场是有一个人员的一个更换了 龙哥这一轮不上 上了一个另一名选手 然后据说的话这一名选手非常非常强 对 其实龙哥的话也可以说是一个 我们一直很关注的一个上单选手 他的实力是很强 但当有一个选手 或者说龙哥认为有一个选手可以替代他来上场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突破 就是一个危机的选手的一个更换 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对 其他位置上来说的话 这一轮是没有变更的 然后OMD的话好像也是在转会期有一定变更 因为其实OMD在转会期是 比如说他有把自己的新人去转会到其他战队 或者说有很多选手是有变成自由人的身份 所以他其实轻循体系的选手 可能我目前来看好像他们是没有特别稳固的 但之前他有打一个比赛 线下的一个小杯赛 他其实表现得还可以 他打野的话是没有跟他 依然是之前我们甲级联赛比较熟悉的 叫做野猫的一个选手 就是Jungle Cat这个选手 其实这名选手其实跟上一场棉花这种选手有点类似 他个人的英雄是非常的偏科 他特别喜欢用进攻性的打野 所以他可能还会跟上一场一样 比如说把暴女 比如说把猪妹 比如说把黄子 这种类似的打野斑鸟 然后拿一个他特别厉害的盲僧 这名选手是盲僧使用者非常强 其实最近的版本来说的话 盲僧并不算是一个特别实用的选择 但如果你拿出来的话 依然可能会有一些作用 感觉上他应该只能在蓝色方打 其实跟上一场的MS一样 蓝色方必须要搬两个打野 然后加强自己打野的英雄上的一个优势 然后他才能玩 其实他的对手危机的话 其实在之前的世界赛 我们就看到他们打野Crush 是在之前1907费内巴切的一个表现了 Crush其实在九桶这些开团类的打野的使用上 是非常不错的 但他其实也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自己的前期的一个入侵 或者是他的一个发挥 其实可能会有些不稳定 但他回到了危机之后 我觉得不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在于他其实跟那个中单的伊斯宏 他搭配了很久很久 他其实在次级贾吉林赛 其实搭配的时间够久 他们的默契度应该很高 然后就他之前不是在1907费内巴切 然后那个队就买不了Korash 然后他买了一个高坊 买了一个Charlster 又买了一个 之前他们龙珠的也是另一个队友 当时龙珠一个位置两三个人 上单是Expression再加上Flame什么之类 打野就是他们两 是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对战的一个战队介绍吧 好的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OMD战队 OMD目前来看的话 他们的人员好像是跟之前 他们先上赛有打过的那个选手 是没有更换的 是没有变动的 看一下OMD的一个选手介绍 他其实上单的话还是比较喜欢用一些分推角 就比如说Jax或者是卡米尔 类似的一个英雄 他是用的偏多 他看来他挺爱吃郭亏的 其实郭亏我也挺爱吃的 很容易猫 这边的话是野猫 对 野猫 人如其名 这个头发很狂脏 那他是非常擅长芒森的一名选手 那在这个版本里的话 可能芒森是 或者说在之前版本里 芒森其实也就渐渐淡出舞台了 但他依然是坚持使用 所以还是挺佩服这名选手的英雄选择的 那中单的一个卡普泰 也是他们的可以说是一个主心骨吧 在OMD的体系里 他是承担了很大的carry的责任 这个发型有点金骨门 金骨门 来到下落了 987 他的键鼠 那个键盘和鼠标点非常的粉嫩 其实一般的选手爱看动漫的话 应该也挺喜欢粉色的键盘 987来到他们的辅助了 他们下落的一个辅助选手 其实OMD 我印象中OMD在之前的话 他们清顺体系 真的有培养过好多的一个 幅度选手 之前巴卡是在这儿 对 巴卡是在OMD大冲赛 是的 其实之前甲级参赛的时候 他们中路和上路好像是其他的选手 但这一次的话是有更换 那来到了威继 那其实威继是这赛季非常值得关注的 就在于他们的人员变动很少 但是他们的教练的话是有一个更换 是更换到了之前WE的一个战术分析师 Home 那来到他们的上单介绍 果然上单是有更换 龙哥今天是作为替补 那上单正发 首发是Mill 开始我看了一下 长得有点像兽版的杀手时期 好 可以 好 打野的话 艳是Crush 中单Easehold 和下路的Martin 加上Cariman 那下路艳是丁皇 加上小武的一个组合 LSPL唯一马哥 我觉得丁皇真的是一个奇才 就是他转变了自己的位置之后 他AD打了艳人 不是 他在LSPL屠杀 你知道吧 对 看起来贼恐怖 而且他各种AD玩得都很好 那来先看一下他刚才的一个 我们收到的上单位选手介绍 能顶替龙哥上单位的选手一定是绝对很强劲 很期待他今天的一个首秀 那大野的话 艳是Crush 一年之内从LSPL登顶到S系列三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 因为其实之前是1907 菲尼巴切 就突然一下子打野签证不能过 所以那是通过一个转回来到了1908 菲尼巴切 但仅仅是租界 所以他还会论还是回来了 那中单 侯爷 侯爷好久没见 侯爷还是这个发型 没有变化 而且很帅 这些侯爷你感觉 他其实不管是使用的英雄 还是长相其实都很妖艳 妖艳 等一下 你这个是包还是抢 包 我觉得夸他的意思 这边的话是Mardy 你最近玩过卡牌游戏吗 他有点像那个白旗 你喜欢卡牌游戏 你不要暗示吗 没有没有 那下路的话是ADC丁皇 丁皇的话 其实就不用多说 丁皇绝对是下路的一个抢 现在这个皇绝对是包意思 对绝对是丁皇 没错 那下路的还有辅度的小五 小五的资金 小段 Perryman 我说错了 所以我总是把这个两个人混错 那Caryman的话 其实他在开团性的角色上 其实使用的也是蛮厉害的 那这个版的话 其实刚才之前我们就一直有看 比如说牛头啊曙光这种类似的辅助 应该是Caryman的一个很擅长的英雄 应该马上就要进入搬Pick 看选手的话应该是已经准备就成了 是的 那其实这也是Home这名教练 正式的来执教一个LPL的战队的第一次BP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OMD首先是在蓝色房搬掉了一手主美 这边的话是选择搬掉了皇子 OMD搬掉女枪 现在留在外面还有ON EZ什么之类的 这个几个英雄都是值得注意 EZ给搬掉 其实我是感觉其实在女枪不在的时候 EZ是真的线上很好过 但其实上一场我们已经看到 其实卡丽萨在线上对EZ的一个压制 也是很不错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最近会出现越来越多的 比如说把EZ给open出来 然后拿一些线上强势的AD来压制他 当前版本几乎就没有那种 用一个英雄几乎无比的感觉 对 应该不会有 所以其实EZ值得考虑放出来 好 那看一下OMD第三手是搬掉沙皇 这边继续搬奥恩 留在外面的英雄的话 现在 其实按之前版本的一点的话 就是那个泽拉斯 但其实最近大家感觉泽拉斯 拿出来的效果都不好 好像就第一天热门一点 对 所以后面都不太敢拿了 那左一的话 其实是之前有搬 一直被搬的 这个英雄的风格是完全 在你的感觉中是 就我们的感觉中 一般是侯爷不会用的 他不想用这个英雄 侯爷一般用的都是打团的 或者是可以发育起来 开会整场比赛的 那左一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偏向于 在中路或者是边线型的优势 然后大家抱团的时候 你有一个很不错的poke 你就在对线的时候 能够领先个人线上的一个英雄 丁皇要拿维鲁斯 维鲁斯选完之后下一手 看一下这边打野的crush要选择螳螂 螳螂确实是在皇子和猪妹不在的时候 一个绝佳的选择 不管是野区的抓野能力 还是说团战的时候一个风筝的 或者是poke的一个伤害 其实都是不错的 木刃再加上电刑 现在螳螂其实挺适合版本的 而且其实最近有没有发现 其实大家螳螂第一次进化 都会进化大招 都会进化影声 因为他会让木刃的效果两次出发 对对对 就是最大化加强他的穿甲的伤害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他 为什么上场变高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现在真的很容易出发 就多层的伤害 塔姆 面对对手维鲁斯的时候 看来万地是有考虑到下落 是要比较偏收缩的打法 但其实面对维鲁斯的话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补一手进 因为你跟对手拼poke的话 其实对手已经是有一个双poke梗 如果你不补近的话 会不会在poke方面有落后呢 先选打野吗 还是这样搞 是直接拿到雷克赛 那雷克赛也是他除了盲村之外的 另外一个选用较多的选择 直接在加这边赛的时候 但这场雷克赛 其实我觉得问题就是出在于 就是他干客哪一路 好像都不是很舒服 那我觉得他其实可能要发挥 他的一个入侵的实力了 把上路的 或者是野区的一个局面给打开 不然你在中路配合左翼的话 其实是没有那么好搭配的 特别是对手的一个 伊斯宏直接选到了马尔扎哈 这样一个中路的选择 那其实雷克赛的发挥 就更加受到曲线了 蚂蚱这个英雄 现在他既能够在线上造成压力 而且能够在团队之中 制止对面前排的突进 而且他现在还能够换TP打团 换TP分带 然后在后期还可以换技跑 那在堆线的时候 他有因为他自己本身 推线的速度 以及自己的一个被动的护盾 所以他其实也很难被干客 那看一下第二轮吧 双方其实在第一轮的一个曼皮克 是有O&D有放掉自己的AD没有选 但VG的话也同样 其实是有辅助没有去选用 所以O&D是加班到一个辅助位的圣 最近我感觉圣真的都是 考虑到了上单位少 一些辅助位偏多了 确实辅助位太好用了 加班了圣之后的话 对手是搬了一个卡密尔 这边就把卡利斯塔给搬掉 因为卡利斯塔如果配合塔姆的话 这个组合就有点赖 有点赖 就都能走 搬凯南 搬凯南 那这一手凯南搬掉的话 其实他上误的话 VG是想都不想就选纳尔了 因为其实凯南被搬掉之后 线上就纳尔怕的人比较少了 那卡密尔也被搬了 纳尔可能虚的上单 现在线上就少了很多 就可能比较偏门的也有 但应该不会选用 再看一下对手 因为是第一轮AD没有选 第二轮看他AD会选手 理论上其实他们可以选用 竞加左翼形成一个双炮的体系 但他们因为有差不多远过 所以他们是有选到一个小炮 来作为一个后期的保障 那就算是一个半炮期的阵容了 因为雷克赛前期给的一个压力 应该不会那么大 大树来面对纳尔 其实大树对大尔 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劣势 因为现在有一个余阵的 一个情况存在的话 一般就抱上去打一套 和对面其实是五五开的 对或者说就是纳尔有消耗的能力 但他不像以前 他现在不具备线上一波 就是说把你打残之后 一波杀的一个能力了 你近身的话 被大树捆住一套 那套双炮扛起来之后 纳尔的最近爆发 可能打不出来太多伤害 那可以看到OMD 其实选用的是比较偏向于 保牌的体系 那VG的话 在最终上单 上单是纳尔 那辅尊的话是一个牛头 那其实是比较偏向于前期的 一个突破的 不知道他前面能不能做到 因为其实对手 毕竟下路是一个塔末的 感觉这场OMD的话 双C发挥很重要 因为左翼这个英雄 打团的时候确实有点乏力 然后小炮的话 现在又需要三件套 而不像维鲁斯假如出poke 这两件套就可以出来打 所以可能雷克赛 可能会在前期 以一些比如说 视野不控 加上野区的反野为主 但是一旦到达 马尔扎的六级之后 其实雷克赛 是不太敢出现的 马尔扎加配上一个卡兹克 他们的双人的游动 是会给OMD很大的压力 就特别是在中路左翼 这种短腿被抓就死 这个情况下 其实雷克赛事业一定要做好 同样这个中野 其实感觉上是会被危机 前面六级之后 所追着打的感觉 我有点奇怪是在于 活跃对马尔扎这个英雄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自信 因为他对面 是已经选到塔姆的情况下 他还选择了马尔 是的 我觉得是有搭配到那儿吧 应该他是想 把他的上中野 由势发挥出来 让那里下路的话 就可能是一个半方向状态 因为其实本身 维洛斯加牛托 就有一个线上的线天优势 他可能可能是比较 对冰皇和凯尼迈的下路 是有一个信任 所以他们应该是 要把重心放在上中野上 上中野的队上 觉得是拥有 非常好的一个优势的 这些选手还是整理一下发型 来进入到他们的一个 得备的一个冬季赛首效 那自己同样 这是危机 十个一九出现在一个 也没有十个一九 就是出现 以LBL战队的身份 出现的赛事 好的 那么OMD与危机的比赛 马上开始 让我们期待他们的对决 好的 来到OMD与危机的第一场较量 那这一场的话 双方的阵容其实都是 比较扎实 但意外的就在于 其实左翼是被放出来 并且由OMD的中路选中了 那我们刚才就有说到 其实OMD的中路是他们的核心 那他核心位置又选用了一个 其实在烈士时 不太具备翻盘能力的一个英雄 那我觉得他真的是 非常自信的一个选手 才会这样 在这场比赛里 就把左翼给拿出来 左翼的话 左翼直接学了一个E技能 E技能 他已经学了E 哇 这是想E技就要入侵吗 那已经抓到了一个crash 打了一套 但并没有打得太散 打野挖掘机 自身边带的是强弓 左翼的话 没有看到爱里 也没有看到会心 对 刚才确实没有触发 那他带的 难道又是起蜂蜜机 我最近真的看到 好多中单带起蜂蜜机 还有要注意一下 维鲁斯带的什么 不知道丁皇 因为对面现在有两个肉 其实他出这个穿甲的话 收益也不算是特别高 说不定我觉得 就这把攻速会更好 应该会跟上一个 Boss 3里的维鲁斯 有点类似 就是致命节奏或者迅尼步伐 迅尼步伐的话 应该会 这边带的会心 那还是一个Pokelo 对 可能是因为这个 就是我考虑到应该是 因为他的上中 也在前期建计节奏之后 他在配合队友压制塔 或者是推塔抱团方面 他在前期 应该会给队友 更多的帮助 那上半区的话 其实郭奎 是用余震来打了一套 密奥的一个血量 其实这个纳尔的血量 已经是不是很健康了 之前就丁皇在韩服 有之前几个版本吧 1 大概是1617的时候 他用维鲁斯 那时候配合香炉的时候 他是有出那个科技枪 科技枪维鲁斯 韩服屠杀 哇 科技枪维鲁斯 对 这个其实是蛮有意思 因为其实维鲁斯的W 也是有AP加成的 就像那个时候出羊刀 其实大家都是打双 双重伤害 对对对 就把W的百分比给提上去 那一级学义配合打野 但并没有成功 那左一线上应该是 推陷不会那么快 但一双方选得了放线 一双方的这边是选 他好像带的是 会心还是爱丽来的 一双方应该肯定是 起风秘节吧 应该是起风秘节 我看 可能吧 开始我看他手上会有一个 就是有个小的 有个小小小小的蓝色 对一般身上带小球的 就是比如说你看 维鲁斯的线 就是奥处卫星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带法 上路的话 大树在面对上 这个纳尔的时候 其实前期 因为他的一个小细节吧 就草丛的一个小细节 他其实是有把线上稳住 纳尔的话 其实这个版 应该都是爱丽为子 就比较偏向于 前期的一个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版本 大家都会看出来 就是这个版 是绝对绝对的 一个前期版本 就打到后期的话 就比赛很少 并且你 后期的阵容 你前期很难吃得消 就你不带奥处卫星 你前面就很难打 那要么就是 比如说你 纯保自己的一个C位 然后你可能 拖到后期 还有得打 要么你这个阵容 前面就 基本上 烈士就没得打了 那这一场的话 其实很想要 可以看到 纳尔 对线的时候 等会应该是要 让队友来保一下的 就卡兹克前面 刷完一波之后 应该是要 往上半去走 也是电琴的一个卡兹克 强攻的一个赛 倒是 确实最近比较流行 但感觉上 他一定要在前面 就获得一个装备用势 这边又打一套 余阵也打得出来 这个 不停地去打余阵 其实现场 纳尔还真的 还蛮难打的 看来新选手 上场应该都是 比较 以稳为主吧 但是又被爆到了 我觉得这样 不停地打的话 其实有点伤 但还好这波变大了 反打了一套的犬 其实还算不错 挺赚的 雷克赛也是在上半区 大树的不停地耗选 其实让雷克赛有机会了 而纳尔一技能也用掉了 那变小之后 没有异的话 他很危险 二连打一套 蹲一口直接走 一技能也打出来 下路倒是 确实是 有牛头这一方 比较主动吧 还好 这Krush来了 如果Krush这一波不来的话 没有异的 纳尔现场是真的很危险 被爆到一套 应该就被秒了 因为他马上就要变小 Krush来帮助的话 应该能让纳尔 稍微舒服一下 但是我觉得 目前来看 其实郭奎在上路的细节 做得真的比较不错 就你看上路 每一波的耗血 其实都让纳尔比较难受 就纳尔几乎是 没有找到太好的机会 说用他的一个消耗 来建立线上 甚至冰线的话 也是以大树的领先为主 所以你看大树 回城再过来 省一个TP 他依然是可以获得发育 就没有像之前 我看到比如说上路 大树其实是一般 都是要TP前面来吃线的 这一波纳尔有点难受啊 兵线没推进去 这波还得推 推完之后再回家出来的话 时间就已经落后了 对还是被大树所掌控到的 就兵线还是大树优势 你看这一波兵线 卡在这 就直接出来 对啊 这卡在这的话 其实等会儿 打野怪也很容易抓 所以纳尔现在就要 有问题 就是他必须要把 强行把这波线推进去 然后留一段时间 这一波回家 差不多就可以看出 左翼带的什么了 假如他带的是 起风的秘籍的话 这波应该就换TP出来 哦 果然 起风的秘籍 哇 最近 起风的秘籍的出场 越来越高了 我觉得中路带 其实挺实用的 因为中路要不停的换技能 需要你游走 需要你支援 还需要你兑线 对 而且其实左翼可能 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的推线真的很快 所以加上他本身 W还会偷技能 他TP到下路 如果他偷到了一个TP 就运气好的话 他支援 用TP来支援 或者回到线上 太好用了 因为他本身就有一个TP 也就是说他有两个TP 一个TP用来回线上 在那个几分钟 如果运气好 然后他再用一个TP 可以留住上路 或者下路的支援 都很好用 就偷到之后立马踢下 对 因为其实 他的W偷到的 那个持续 碎片持续时间 是大概是40秒 蚂蚱也是起风的秘籍 对 也是 应该也是要TP TP已经出来了 都是有准备好他们在 对边线支援的一个打法 那儿虽然线上是有被锅盔打的 大树打得越南过 但妙这边的一个 刀倒式还是比较扎实 并没有落后 海盔主要也是在于 蚂蚱带起风的密集 会有更多的闪现 就他闪现减25%的减CD减了很多 然后每一波都可以闪现 过去摁 没错 特别是对于左翼这样的英雄 几乎被摁到就是 身板实在太脆了 而且左翼其实 说实话他线上 就不带起风密集 那就等于是说 他少了25%的那个闪现时间 就是你闪现还没好 骂蚱就好了 所以他可能考虑这一点就是 那在你只要闪现 我只要闪现的瞬间 那其实是一个平衡 那在下一波 我的闪现好的时候 我还是有机会规避到的 那比如这一波 被抓掉之后 可能就危险了 这波就大招 但依然被摁回来了 肯定是必死的 但雷克赛这边支援过来 雷克赛想反杀 但是很难去打住伤害啊 这样反正自己 就差一点被留下 那这样左翼是 还是被成功的击杀掉 那一血是由卡斯克拿到的 左翼这个大招是必须回来的 所以挑出去那一下 只是骗自己 对的 我的这其实这个 真的很难打 就是左翼在面对卡斯克 加马尔扎 这种强抓你必杀的组合 这样真的很难打 这其实是少数的那种 比较灵活的英雄 但是他是不好逃生的 对 就他可能团战的时候 风筝也很简单 但是 自己在面对敌方进攻的时候 他是没有任何的保命技能的 那被击杀完一波之后 其实马尔扎也建立了 自己身上优势 并且 他在下一波大招好的时候 可能左翼是没有机会 跟他拼支援的 虽然他带了TP啊 但其实马尔扎 这种硬支援的能力 真的很强 所以下一波就要看 他们的一个交流了 因为其实只要再被抓到一次 基本上下路的节奏都能被打开 现在是双方都是有一个大招的阶段 都是有一个强行控制 强行控制强行配合的一个时机了 下一波的话 苗表已经没有的情况下 左右会非常危险 并且他现在装备看起来就直接要出轨出 没有要出水影试带 那就炸了 这个第一剑出水影试带 还有一只能时得的 就面对马尔扎的时候 哇 吓到这个马丁的穿甲流的 维鲁斯起来之后 第一波做了一个拒之短逼 立马在线上具有一个先天的优势 而且他的这种点法 其实是现在维鲁斯 比较值得学习的 就Q1对点 对 你反正平常不等平A对面 而且你平A三下 然后再触发一次那个 其实没有什么差点做 这边的话 我也有一点点危险 不过Q2是随时都侧应在侧面 是没有给到对方干个的机会 那这场其实雷克赛 剑术是比较小的 那他只能是以刷为主 所以他也是 绝对是要做一个坦克装了 龙渣马上要做出来 其实之前都经常看到 哎 对 上路 有急破单杀 但是被当初回血了 而且这一波 鱼震也打出来了 大叔的小兵好像多一些 纳尔不敢再打了 呀 这一波是没有太好机会 其实不能去 哎 这边找到一个机会要杀 还差一丝血一变小了 被动已经来了 漂亮 人已经没了 直接被雷克赛大招给打死 是的 那OMD这一波的一个进攻 是在上路 是打开了破口 那大尔没有的闪现 其实下一个也很危险 其实左一在中路确实呆得比较危险 那他推完线之后 利用他的一个有所有势 来到上路 这也确实是能够看到这个 看出这名选手 其实是还算冷静 他并没有被抓到一次之后 就失去自己的节奏 但是他随时都要面临这个危险 你看这个螳螂一直在他中路旁边 小炮选择带的是一个训捷步伐 又要来了 这个左一好危险 直接跑到上路了 反正对面只要往前走 自己就得往后推 对 就走一步他都得往后推 那还好的是 因为他等你起来了 八级的时候 其实伤害已经足够清兵线了 所以你看到 其实在离很远的时候 他就能把兵线给清掉 这倒是还好 就对他来说是可以接受那个局面 再次回程 这波又提提出来 有机会要来抓纳尔 纳尔只能跳的时候 被顶了起来 又被暴住 这边的话还差一点点血量 没了没了 这时候没有人能支援 雷克赛有闪现 闪现Q 这个人头又是给打野拿到 两个人头的雷克赛 而线上的话 纳尔已经是很慢了 他的出张节奏 他其实在大树 出了这个正义荣耀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黑切 他是扛不住的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线上 不会有一个线权 他分推是做不出来的 那反正这个塔 有可能要被耗掉 这时候的大树 应该是带爆破的 再爆一下 哇 这个伤害是 有点夸张 因为爆破 它是根据血量来的 所以坦克带的话 非常转 对 非常转 我最近特别喜欢 用那个谁 用那个掘墓 来去打一个分推 就特别好用 这边的话 再排一下眼位 用占卜花朵排 但是草丛那个 也并没有看到 上路还好是因为 纳尔是有一个TP的 所以TP下来的话 这个塔还是 枪枪保住了 但下一步的话 燕是没有闪现 一定要小心 因为其实马尔扎 刚才是没有到上路支援的 而且可以很明显 从视野上可以看到 维吉他的重心 是放在下路的 所以接下来的几分钟内 纳尔一定要撑过去 这是他的一个 个人考虑的问题 因为战时 不会有队友去帮的 因为下路建立的优势 维吉一定要把他 给突刊出来 就维鲁斯这一方 自己只要不死就OK了 对 下路最好能解放出来 主要是下路解放出来之后 牛头能够游走 是 哇 这个条件很危险 还好侧面是有队友的 马尔扎也很冷静 并没有放得炸了大招 但其实现在 感觉卡兹克的装备 真的是抓这个左翼 随便抓 所以左翼真的 要异常的小心 你看可以看到 就下路 OMD都开始是帮他 就帮这个左翼 这些眼应该是完全为中路做的 就下路毕竟是一个被压线的状态 所以完全把 就压完线 对面一消失 自己就非常的战晃 对 超级晃 所以各种视野给到中路 损失了很多 但应该是比较直 这边可以睡到 睡到之后应该可以顶起来 下面的话 还有个塔姆过来 这一波的话是受到一个 非常大的礼仪 四人来抓 是的 卡住了对方 刷入了回程的时间 所以并没有让维基 知道他们的 刷入的位置 所以才是发现了一个雷克赛 打一套直接到半血 回头感觉要反打 直接给了大招 这一技能稍微躲得下 雷克赛这个大招确实 还是太好躲 是的 只要是位移或者闪现 都躲了掉 就虽然卡自克其实是有血量 有史三星 有左翼在 所以他还是要撤掉 那这样红Buff就有点危险了 手里是没有惩戒的 应该是要让掉 那雷克赛其实也没有惩戒 哦 但是左翼又啊 就这样 两倍左翼惩惩戒掉了 左翼刚才应该是减了一个成绩 那这样 左翼其实是有领先到 野区了已经 其实这个拓宽的话 再连续两波 是让我们看到 这名选手 他在这个英雄的使用上的 一个熟练度 还是不错的 下路对线推塔 这也是 破口流威鲁斯的一个厉害 对 这个一区塔拿到了 其实让威吉放松了很多 因为他可以把娜尔给换线 然后让双人路去上去 缓解娜尔的一个压力 因为娜尔随时都有可能被抓 那娜尔对线 你看现在 熟练又来了 那这样的话 反正威吉是没有撑到这一波 被打到 抗塔的是一个大树 真的很肉 又被睡到 绝对走掉了 人头又是由野王拿到了在手 上路的话 这个塔也在推掉 虽然不是一斜塔 但是击杀对面 然后再拿一个塔 因为其实这一波 他节奏是卡住了威吉 马上要过来的一个时间 如果威吉过来 他再推上 是绝对没有机会的 娜尔的话 绝对是很轻松 但是他卡住了对方的一个回程时间 又是这一波 然后制造出了这样的优势 但其实他们也是有亏损的 就是让马尔扎和卡茨克 在中路把你的塔给推掉了 那天上其实是 仅仅是一个一 一塔换一塔的一个互换 其实左一很亏 因为左一要被一直压线 对 左一是应该是出不去了 所以去的话 威吉应该可以利用这一波 小做一下视野 但是好像是有一个绕后的 这个绕后是一个左一 加上一个大树 那马尔扎的选择目标很难 但是这两个人 好像有一点点危险 对 那牛头是闪心过来 抓到一个大树 大树就是没有人帮的 直接被卖掉 没有摩抗啊 对 摩抗很低 塔姆斯其实有大招开车的 但其实这一波并没有来得及 所以你看大招是 只能来到中路来帮助了 这波是1D的先手 但他们的配合 其实出现了很大问题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 刺激联赛队伍 或者说新队伍的一个 共通的点吧 他虽然知道这波要抓 而且知道我该什么时候抓 但他其实没有想好 这波该怎么做 对 他们都是 即使 就可能是 勉强地去打这一波 刚才确实是一个机会 就我两个人 我中上直接踢后面 但是其实自己的 另外三个人没有跟上 对 他应该是考虑到 塔姆的一个讯息的 其实塔姆没来 塔姆这波来了的话 这波其实我觉得危险 还蛮危险的 沟通如果细致一点的话 应该是我先踢这边 然后你们赶紧跟上 看能不能把对面的阵型 给逼开 我们抓落单的那一个 然后马尔扎的大招 也可以被塔姆所规避掉 对 这是一个完美的剧本 当然还好是 大树是左翼 就是OMD这一方的话 是比较 优势的一点 就是他线上 其实依然不会 被纳尔所限制到 就这场我觉得 郭亏真的是 受到了很多的帮助 能效 还有30多秒刷新 这下一条龙是火龙 那应该他们要开战了 因为其实在这个地形里 说实话 在野区的对抗上 左翼是有一个 非常好的优势 就是他的一个睡眠球 它是可以根据 那个地形的长度 来变长的 就是他地形有多长 他飞距离就有多长 所以在这些 就有很多 很长墙壁的时候 他的一技能的睡眠球 可以放很远很远 并且他出了墙之后 还会有一个歪的距离 虽然有被削弱 但其实那个距离依然是 足以威胁的 所以在左翼 在野区的一个争夺对抗上 其实是有 不错的一个优神 这一波的话 可以稍微拖回去 纳尔现在已经在 带上路的塔了 但是纳尔已经变大了 这波下来应该是要小了 那没了 那这一波 应该是要放掉了 不然这样还在批型号 这波有点想打 看起来眼会在打 强行来吗 这波强行来 其实挺危险的 因为纳尔马上就要变小 这个战力是非常低的 这个战斗力 基本上是过程正比的 应该是要放掉 但是自己最有 要被留下来了 牛头放大招 放得稍微快了一点 早了一点 那这样反而就要 被塔姆吞回肚子里了 牛头反手一个WQ 但没有任何人 可以帮助到他 那这样 维基是在河道处 又是吃了一个亏 上路的TP一闪而过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上路OMD所做的剑术 产生的一个雪球效应 就是 你纳尔必须要在边界 哎 这波 冰冰柱 差一点 上来QQ到漂亮 一条就秒掉了 这个野猫是 刚才应该是配合到了 一个左翼的伤害 不过其实没想到 这个雷克赛 这一把野猫发挥 真的太出色了 402 对 402 而且还有来到下路 是想追维鲁斯 但是维鲁斯交出闪现 这一波其实是 节奏真的很快 OMD并没有把 并没有让WG 说能够继续的 把兵线处理到 他们是很快速的来到下路 想把这个塔给拔掉 冰皇其实要小心一点 对面是有闪现的 其实可以闪现 这波应该是能守住的 毕竟行线很快 对方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 人能推到 而且已经投影过来了 对 那这样的话 其实是 OMD节奏 今天找回来一行 就特别是在上单这个点 发挥是 渐渐一直是很出彩 危机来说的话 其实这名新选手 看起来和队伍 就他其实打得确实还可以 但他和队伍的磨合 看起来不是特别够 因为开始那个位置的话 他是已经要变小 他和队伍的沟通没有做好 这个时候队伍应该是想逼一下对面 但是他踢的位置有点太靠前了 对 我觉得其实这一波 如果沟通好的话 他就危机应该是直接撤了 他不会造成人员的减少 也不会说有那个TP 而且就现在他这么一交TP 反而是马上就要有TP差了 对 所以其实沟通造成的意外 也是现在变成了一个OMD的机会 毕竟现在他那儿是没踢的 但大数的踢马上就要好了 并且因为左翼他是不停就有 随时都有TP 就带了起风密集 优势就在这 那加上他本身也是随时会拖一些技能 那从侧面的一个Hawk 也是能够施展出来 哇 你可以看到从墙外 从墙内到墙外 在这个意境的距离真的很远 所以现在其实在野球的对抗上 其实是OMD的左翼可以发挥很多 左翼的发挥 主要是在这种情况下 假如塔被推掉了 或者说是那种 平常比较有视野的情况下 但是可能被抓了 这个是要被绕后了 那个赛已经过来 但还好是被牛头顶飞 那这样卡兹克是成功地走掉了 这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毕竟塔姆是随时会过来的 大数也有一个TP 所以其实正面绝对是以少打多 危机一定要扯 那下部的话又是开战 两个上单是开始了solo 激情活 但这波其实拼下来的话 那儿还是有点亏的 对 我觉得其实现在因为装备的落后吧 或者是等级上的一个 哦 等级上还好 等级上追回来 刚才其实是 大数一直是领先一些装备嘛 团队经济也有 所以其实那儿是 最好是等一等 等他的一个等级起来 他自然而然就会打得过大数了 现在打的话其实蛮吃亏的 刚才这一波好像是 没有给到镜头 但是可以看到的是 我也被打出了双招 对 被逼出了双招了 没有闪现了 不还好 现在急跑100多秒 就可能闪现要等一下 他现在是CD鞋 然后再加上 你看这个急跑 只剩80秒CD了 这个确实带起风密集 优势真的大 下落的话已经开始了一个抓 但是纳尔是变大的状态 已经晕到了一个野猫 而且这个时候队友马上又来了 所以他要留人 手里是没有大招的 可能留不住啊 走位对面也是非常飘忽 一直不给忽强的机会 对 默认的一个crush 其实crush这一场应该是 需要他来承担团战的收割的重任了 因为其实队友 你看 Virus是poke 马尔之哈是硬控 然后团战的控制的话 是牛头和纳尔来提供 那其实会提供很多残血 所以crush的一个进场的时机很重要 这边的话 继续再把中路的线给推过去 虽然我们看到 整体上 看起来左边是优势 但其实危机一直掌握着场面上的注重权 因为有塔的一个领先 就危机现在是 已经是推到三次塔了 三怪塔全部被拔掉 所以尽管纳尔可能会线上打不过 或者说是容易被抓到 但其实他现在利用这个塔 也是静静地把发育给追回来了 我觉得这个三座外塔推的确实是比较早的 也就得益于维鲁斯吧 维鲁斯在线上的一个领先 造成了这一点 维鲁斯的话离此也默认 应该也不算特别远 因为这种穿甲装其实挺便宜的 对 穿甲装是比暴击流的装备 所以一般都便宜个300左右 再来把眼位稍微排一下 还有个隐藏优势在于 危机这边打龙还挺快的 有马尔扎加上卡斯克 其实刷龙的伤害很快 那么他们已经是建立这样的优势了 其实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大龙处 但你可以看到 是已经被他们排空了 但是确实左翼在没有了一个线上的压制之后 他真的很飘忽 现在他到哪儿了 只要你睡到他 只要你被他睡到 其实你挺危险的 所以危机也不太敢一直逗留在大龙处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塔姆存在 塔姆一直保在他身边 左翼是很难死的 塔姆真的很聪明 他的这个橱桩是直接做到了一个水影视带 就是他吞到队友 然后利用水影视带几个马尔扎的大招 基本上他们两个人都能走掉 危机应该也有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接下来的先手其实蛮困难的 说实话 因为现在凯普泰他的发育很好 他已经是做到第二个一个女神面杀 其实他真的很难被抓 直接第一手先手抓到了 当然我们要注意一点 其实是在于危机虽然现在 看起来场面上有点小裂 但他们打算依然很强 因为他们中单是马尔扎哈 而且AD是维鲁斯 但对面来说的话 对面小炮的还 这个两件装备还不够 而且左翼打团并没有那么厉害 是的 因为之前一直没有打过5v5的那种反战 对 你直接让左翼强行过来跟你打5v5的话 他没有poke的先机 其实他是很难打的 所以那危机实际也掌控到的这一点 是强行逼着你在河岛处跟我打 在左翼没有poke的时候 那是成功地把这条龙给压掉 那中路的话他也是可以守住的 危机的决策非常漂亮 是没有给1D机会 左翼我觉得其实目前来讲 实际是给他们很大压力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 这边开到牛途 哇 瞬间半血 牛途反手力还捏着大招 但真的一定要小心 你看左翼这个威力 渐渐满极的Q就能 那去不上来 太夸张了 又睡到了 卡斯克必须要交飞 那野区的话绝对是保不住的 因为现在危机去开的话 对面有时候他们保护 但是假如自己不开的话 对面也不太敢自跟自己打团 我觉得危机最好就是保持住这种状态 就是不要轻易开 因为纳尔的一个可通性不是那么好 纳尔一定要有怒气的时候才好打正面团 在这一波纳尔没有怒气 并且是空虚爆开的时候 这边有点危险了 雷克赛在侧面瞬间没秒 而且这是一个大人头 所以我们已经是在做了 当然他可能是比较想倾向于前排装 但我觉得其实雷克赛这一场 是需要做水平时代的 因为他其实够弹 他们的前排也都足够 缺的可能就是他能给对方后排的一个骚扰 控制的骚扰 这一波的话回程之后 中单的侯爷已经是有了一个面具 输出是很高的其实 小端是已经有了一个 小端已经有了一个鸟盾 上单的话已经有了适应性头盔 这波回去补完装备 危机整体的战斗能力是上了一个档次 但是依然还是那个问题 他们能开到的人 对面塔姆都能吃 是的 而且塔姆现在有水银 就特别是在马尔扎这个点 他闪现开C位是不太可能了 一个是有他们的保护 小胞是有他们的保护 还有一个是本身其实自己是有一个 他会自己拉开距离的输出 然后同时他自己本身装备 也会规避掉马尔扎的一个开 对于危机来说的话 最好是有一个偷龙的机会 因为如果真正打龙的话 他们会被左翼消耗的很惨 是的 一定不能让OMD 就在知道你打龙的情况下去打 因为在侧面利用墙壁的长距离 左翼其实他的睡眠 很容易睡到你任何一个人 并且因为打龙的时候 危机是在一个 是在一个红色方 他撤退只能闪现上去 那个时候很有可能 塔姆就可以带一个大树进场 对 这边带人看一下 去上路来找一个侯爷 侯爷直接交出急跑 但还好有一个急跑 是拉开的距离 反正自己的一个召唤式技能CD款 但我觉得其实还是问题 大概就是没有闪现了 又很难去拍了 987位打到一个残血 但987的大招是放得很不错 他是一个大招 是AO到两个人 把两个人都击退了 所以没有被击杀掉 再拖一会的话 987的装备就三件套了 对 我觉得危机不能再拖了 对面其实坦克渐渐成型 五六四这种穿甲流的作用 就会越来越小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并且他是有一个不可控 或者说他需要有一段时间 是规避对方团战的一个娜尔 他不是每一次都能够打的 对面又抓到的是一个对面的 但又塔姆是成功保住了 而大树已经绕后来 抓到了一个马丁 那马丁的话 应该是要顺利队秒掉 已经是没有了C位的一个危机 应该是要快速的撤队 但是娜尔这时候很脆 瞬间就被打出了一个闪现 又被捆住 那郭奎手里是没有闪现了 但小胖的话 依然可以刷新自己的一个W 继续追击 没有了对前排 以及C位 OMD应该是可以逼到危机的一个大龙去的 如果Crunch这波抢不下来的话 很有可能整场比赛 就是会往OMB这边听到 是的 因为其实他们的后期已经是 有点难打 他们的阵容 其实后期是没有那么好打的 大龙看一下不知道还有多少血 看一下 我牛头先锁到了 先锁到对方的一个塔姆 塔姆的话是 直接被雨震带走了 这个伤害这么高 那大龙也在助攻 那这样双方其实是形成了一个辅助空间 但是很显然是危机非常转的 打断了对方大龙的进度 而且刚才如果真要打的话 侯爷大招已经好 对的 侯爷是已经 他的伤害现在非常高 对 危机处理也很漂亮 不过我觉得 牛头刚才那一套伤害真的有点 说来有点夸张 那还是接上了一点其他人的伤害 对 应该是大龙加上自己几方的伤害 才能够把一个塔姆给带走 但是塔姆其实是灰盾没有开出来 就没有反应过来就被秒掉 现在小炮装备已经非常好了 987已经三件套 对 火炮加电刀 这个 冰皇其实也三件套 但这三件套的话 如果被开是没有什么作用 而且不一样的就在于就是 危机他们获得领先 他们是无法产生塔的一个过去的 他们必须靠大龙 但是小炮不一样 小炮只要获得一些小的一个压制 去压塔的话 电刀加火炮的一个推塔的速度和伤害 是非常夸张的 那这一波团战也是确实 大树的绕后做得非常漂亮 那危机也是因为纳尔不得不 就不得不利用纳尔这波怒气 不错的机会去开了 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想找这波机会的 但也问题就在于 他其实是把自己的阵型 压缩在这个区域内 不管是 Captain这个左翼的睡眠球 还是说大树的大招 都太好放 这边直接开打 小炮的装置绝对是 足以支撑这波团战的 那OMD是在等 那因为是野区的关系 左翼的不停的睡眠球 也是让危机的阵型 是比较难以靠近 其实对危机来说 现在形势非常严峻 那对OMD来说 他们稳加稳打的话 我觉得其实他们在后期 是真的很好打 危机其实在等 等对面一个失误 只要自己和对面 开五为五团战 或者说是对面 没有对面 自己抓到对面一个人 其实自己是非常好打 但是对面一直不给这个机制 对 那因为其实危机很值 是 这波龙的话是没有被抢到 是由 Crossion成功能拿到 那这一波还算不错 大叔加速来了 开了 这边的话有点不太感想 直接要秒这个堂堂堂堂 看这个秒表 那原地都是 还有一技能飞天可以走 这波是没有太好的 一个机会抓到 那这样的话 其实危机是 拿到火龙是非常赚的 因为他现在积攒下来 是有两条水龙 加一条火龙的存在的 就至少在会战的 一个拉扯战场的话 他们阵地战其实是 跟对方拼破 可是很开心的 刚才这个距离 如果打到丁皇的话 丁皇可能就几乎没有血了 这个距离 这个时间点 其实左移上也真的很夸张 而且在这个压阵形 你可以看到 这个顺便就太远了吧 完全没有人敢过来 那这样危机是 只能是放掉这个中塔 那纳尔在边落分带 但纳尔确实发育太差了 本来说对面在正面压 自己的侧面 应该是能够给到压力的 但是这一把 纳尔确实 才散太多次了 所以有些落后 又是一个水面球 其实左移现在这个水面球 是你无法规避的 因为左移一般都会在很远的距离 利用墙壁 打出来的他水面球 他那个太远了 所以你视野完全是不知道的 就他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被睡到了 你可能已经是没有增仓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压制下 危机是真的每一步都要非常谨慎 特别是他的C位 对他的C位 凌晃吸取了上一波的教训 出了一个水晶势带 左移的话是已经有了一个乌妖 伤害已经非常高了 对 这个水晶势带很有必要 因为他辅助毕竟是牛头 那牛头的话 其实他是目前的保护是很少的 又做到了第二个 可以给队友护盾的一个装备 那山鱼之戎做出来之后 加上钢铁梁枝甲 应该是能够让丁皇有反应的空间 就是在对方爆发打过来之前 他就应该能开除水晶势带逃掉 对于OMB来说 他们全队的水晶势带 都在塔姆一个人身上 只要他们有水晶势带 并且在他们身边 他们就不需要这个装备 那我觉得其实有一点 就是细节一点的话 其实还是需要中路做一个 就是卡普泰 你说他有这个盾的话 其实被A一下就没了 那卡斯克可能在你面前消耗一下 你就没了 那个CD其实蛮久的 那马尔扎闪现过来 看你是毫无办法的 所以最好等会儿 应该还是要做一个水晶势带逃 不做的话 其实是维吉很好抓到机会的 维吉找到一个机会 现在把野区视野轻一下 最好把爆炸果实给挡 再埋伏 最后埋伏很重要 但是左翼是有TP的 所以他正面就算是 开起来其实对手也不会少圆 所以维吉一定要抓到一个 能秒掉的人 但小炮你可以看到 真的这一场非常的猥琐 他几乎不会出现在过河道的位置 所以侯爷这一场 巴尔扎真的很难找到机会 我们第一次这场打得非常的谨慎 打出了一个就强队的目标 我觉得他们各项的处理都很到位 就目前来看 就可能前面那一波压塔的时候 打野的失误是唯一的一个漏点 但不管是中路的一个左翼的处理 他的游走 还是下路的一个发育 他都有做出来 而且表现还是算很不错的 这边丁皇为了增加自己的伤害 已经出了一个巨人杀手 但是现在还没有穿甲攻击 其实问题还不是在于 他的装备有多差 有多好 而是在于维鲁斯 假如你出穿甲到后面 确实就很难打到天白 对 就是时间就是他最大的敌人 而且他也不像静那样好换 静他换装备的话 是直接可以换成 就直接换暴击就OK了 就火爆加无尽 为了无尽要换的话 他要把一整套全部换掉 对 去卖掉 而且他卖到什么 就是杨刀那种很贵的装备 就除非你是60分钟会有机会 但这很显然不可能 就后期的话 所以他必须要在那一波爆发里 配置到队友 把这个手一个推一两下 这边直接过来 旁边TP的是一个左翼 大叔真的好肉啊 还是没有死 W回来捆住了牛头 牛头看来现在也很肉 这时候纳尔其实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东西的状态 侧面的一个左翼 是在显示Z位 这边是好一个机会 但是纳尔的一个拍 并没有太好的一个建树 但还好这边牛头可以继续跟 但有他们的存在 依然不能够让维基 获得这部团战 这边的话维基也不直接 开大龙选的蹲一下 主要左翼刚才那个睡眠球 把马丁给赶走了 其实维基刚才这么打是正确的 他是边退边打 边退边打 就尽量规避掉一个 左翼的伤害之后 再继续渐少 而且主要还是要给丁皇 造成一定的输出环境 你不能让一个 扣给的威鲁斯 直接来打一波 对 太为难了 就刚才大树其实上的有点早 感觉上 刚才并没有说 C位并没有跟得上他的控制 其他控制打得很全 说实话 但是确实没有人跟 AD的话 现在987已经出了一个 多米尼克领主的制异 这些装备的话 会让他待会打前排非常快 就这一个装备 等会的团战 只要让他收割起一个 我觉得他接下来的数据都太好打了 就特别是马尔扎 大招基本上只会给到 上中野三个人的时候 所以小炮其实存活空间是非常好的 一定要小心 大树现在的魔抗 其实也不算是特别高 对面已经有了一个法川 已经有法川棒 再加上面具还有帽子 如果真的让他在前面扛的话 也扛不了特别久 其实感觉上他应该 可以再做第二个魔抗状 因为其实对手 威鲁斯毕竟不是说 这边 大招让 这边的塔姆吞掉 对 在塔姆面前 威鲁斯真的很难看 我刚才讲的 其实威鲁斯毕竟不是攻速流的 他其实不着急把懒盾做出来 我觉得他其实是 可以先做一个 大树做绿甲是正常的 但是我觉得他还可以做一个身形头盔 因为蚂蚱的伤害是比较成功的 蚂蚱的伤害加上威鲁斯的伤害 其实都是百分比的魔法伤害 就蚂蚱的ER和小虫子 包括面具的伤害都是可以取消的 对 但他现在依然是要做一个护甲转 这边开始直接打龙龙的血量下得非常快 小炮其实打得很快啊 这时候的小炮的位置倒是很危险 蚂蚱这边直接提提过来 这边做了一个表情 把对面的TP给骗得出 对 那这个时候的一个纳尔前怒气也很好 但是丁皇这边水晶被逼掉了 又是长距离的睡眠 在野区的时候 这个英雄太变态了 就在这个地形下 你谁过来就睡谁 就这种状态 太远了这个距离 而且他就算第一时间没有睡到人 第二时间他变成了一个圆柱的一个范围之后 他其实还是很容易被踩到的 我觉得这是左翼在这个地形下压制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旁边crush一直用自己进化的W来减速对面 给中路一个机会来推塔 我觉得威蚱就只能这样了 他必须要靠一些自己的一个老道的经验 以及运营把一些兵线给拓宽出来 或者是比如说啊 就等或者他能够在野区把视野目光好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种 面对新队的话 你想在对手优势的时候 跟他打团 去获得胜利其实很难 因为他目前的装备其实是 感觉上已经不成正比的 就是虽然是经济一样了 但一个是后期AD一个是前期AD 就现在小炮的威力 其实是有点夸张的 小炮现在得在团阵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才能 因为现在团队太靠他了 如果光靠左翼的话 左翼是很难秒掉一个人 看这一波 左翼是出了一个U 这个好久没见 幽梦之灵竟然都能被偷的 其实这个 这个侧面是大树 又是太早进战场了 这就是失误啊 大树现在 那这样的话 正面没有了坦克 1B必须要扯 这说的马尔扎是没有大招的 应该是不能再留了 危机一直在等失误 我觉得对面有机会的 对面给一个机会 让自己秒掉对面 而且对面他不在 对的 那1B这个瞬间被秒的上单 也是直接是影响这场比赛了 大蒙是有危机 本来30多分钟啊 本来30多分钟 OMD真的有可能前功尽弃 而且维鲁斯他缺的 就是推塔的一个效率 那现在有了大龙buff 他终于是可以开始推塔 因为他缺点就是 他去推塔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他也不会出火炮嘛 但现在有了大龙buff 那加上他的一个远古巨龙 马上就要获取 那他其实现在压塔 就不停地poke 利用兵线 他其实很轻松的 啊 OMD还太年轻了 感觉上就 如果他这样一直稳下去的话 OMD是很有可能找到机会 杀对面人的 双方都在等失误 因为其实你看他稳下去 你这个上单 谁能解决嘛 对吧 大树出了最后第二个 魔抗装做出来之后 其实没人能解决到的 但其实还是给到机会了 就你真的说他 装备问题上 其实他只要往后 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就主要是他绕后的那个时机 队友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跟 定左翼是偏poke的 你让小炮跟这个左翼 就强行去打这一波 其实伤害是差一点 或者说还没有跟到 他就已经死了 像刚才这么继续打下去的话 对面是很难找到机会的 危机 我们看到几波开的话 都是被塔姆直接吞掉 他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开对面 是的 但是OMD偏偏就漏了一个大树出来 把大树漏出来之后 就因为没有塔姆的一个存在 直接直接阵亡 是的 正面其实雷克赛并不是特别太 因为我感觉危机就是 可以说他做了他这么该做的 然后就获得了这条大树 那这样的话 二塔应该需要不压制一下 但依然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左翼在有墙壁的时候 他的长距离的睡眠 其实会给对方走位的一个威胁 但是这一波兵线太多了 有两个大炮车 所以其实是很难再继续守 必须要走 这一波可以把这个塔推掉 然后继续进行分推 大树真的太瞧瞧马尔扎的伤害了 就他其实真的要先做AP了 其实你他进场第一时间吃到的 绝对是马尔扎的一个输出 以及维洛斯的W的输出 但这两个输出其实都是AP的 他下引装的是要做亡灵的板甲 但我觉得其实在上一件的时候 在出腰带之前 他就已经可以考虑魔抗了 对啊 他做亡灵板甲应该是加强自己的开团 必须亡灵板甲攒满了之后有疑速 但是他开团就可能跟今天 我们第一个波兰扎看到的奥尔利一样 就可能撑不过我们 就得倒下了 虽然有水击鞋 但他吃到的控制并不是一个 假如他被马尔扎大打的话 后面还会有牛头的二连 还有维洛斯的大招 那正面战场是马尔扎大招放掉 但是被塔姆救到了 这时候一个救水落下来乃雷口 但是塔的一个血量已经不多了 维基石成功地来到了一个水晶处 这时候这个大叔是不太敢开的 但他其实是有一个闪现 他们是选择了放弃下路的一个防守 转而去上路以及中路把迷茧给推掉 其实4和1必须得抓一个 不然你两个都没 这边果然来抓了 我觉得是来太晚了 就在那儿已经准备撤的 下路已经来了 对 那确实在后期 你可以看到 其他那种比较嫩的选手 他其实是 面对危机中老大的战队的时候 他给的 是确实给到很多的机会 虽然前期他稳住了 并且一直都是处于一个防守的姿态 没有让 而且一直是防守之间 还有一个防守反击 但就刚才就最关键的一波 由于大树的一波小的失误 让对面拿掉大龙 那现在问题其实就是 他正面团到底还能不能开起来 毕竟对方的一个双buff已经结束了 他已经结束了 就是双轮会已经没了 那对手危机是获得一个 高地水晶的一个优势 那下一波大龙的话 又要是开始一波处理了 完地也是 我觉得这是完地的一个机会了 对方绝对是要跟你抱团的 大树和雷克赛这个两个前排 搭配上小炮的一个收割 应该有机会 但同样危机是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那儿 已经是做了冲哥了 因为那儿其实有冲哥之后 他其实就会更加好 在正面开到团战了 而且螳螂其实也有冲哥 待会可以进去迈一个 并且现在由于中路的蚂蚱已经 中路的蚂蚱已经有一个沙漏了 他待会能够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输出 现在基本上就拼一波 就不会说有什么一波结束之后 还能再喘息了 现在41分钟 双复时间都很久 现在拼一波的话 对左翼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他必须得秒掉对面的某一个C位 秒掉关键人 因为他越往后面打的话 其实自己能做的事情就越少 就特别是在被压塔的时候 被压塔的时候一大波兵线进来 他其实必须把所有的技能都清兵 而不是POG 打不出POG效果的话 他这个技术上来就没有意义 先把一个蓝牌复处的视野清掉 其实OMD现在也是很难去防守这个兵线 防守这个视野的 所以只能让掉 而上路纳尔的话也在分带 因为纳尔的装备以及等级 都终于是来到了一个比较满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其实大树就算前面积攒的优势 现在其实也显示不出来了 体现不出来了 毕竟他的装备已经是不会落后了 这边进行一波分推 中上在这边推 然后旁边的话 有人在稍微骚扰一下 是的 维洛斯的POG也是在进行 但确实你可以看到 维洛斯的POG已经渐渐没有威力了 这一波隧道 其实很危险啊 Crosser是掉了大半的血量 小端和定皇挡在前面 不让对面给自己一个 不让对面有机会秒掉自己的螳螂 左翼这场表现一定是最关键的 因为其实小炮 你让他小炮在大树进场 然后就让小炮能收割起来 其实也很难 就左翼现在团战 大家都感觉上 其实前期左翼可能会 比如说对线的时候 或者是在小规模团战的时候 他其实作战能力 瞬间给到的效果都很不错 但正面围伍之后 就一大波兵线进来 或者是对方的前排 一直在骚扰你的时候 你直接应战的能力就很弱 而且装备越来越多 魔抗越来越高 对面还有这样的解控值 对 后面其实就越来越难 很难打了 就看小炮了 我觉得小炮加上大树 是绝对他们的一个不幸果 等到大树 他的一个魔抗能做起来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 现在已经在做这个装备了 就幽魂斗篷只能做两件装备 适应性头盔和振奋 现在绿甲已经出了 接下来这些适应性头盔 什么时候能够出来很关键 其实大树应该还是 会跟之前一样 要开始绕后 只不过他们的绕后 一定要建立在一个 队友能跟上的一个状态下 基本上大树绕到了马丁 这一场团战 基本上威吉就两了 所以威吉一定要把阵型拉开 让大树在配合队友 控制把你的后排秒掉之前 就要把大树给解决掉 现在好难啊 现在他只要突进来的话 牛头可以把他顶走 丁皇有双招 还有一个水银 水银刀 水银刀交了 喂 水银刀刀应该是 对面某一个控制控制 应该是左翼吧 应该是左翼 应该是左翼很 就因为他从墙出来 那个睡眠球很远了 不然其他人应该很难 对他造成影响 这波由于这个睡眠球 导致丁皇 交掉了自己的水银 这波对于OMD来说是一个机会 是 不过有问题就在于 纳尔又把下头先带进去了 这场纳尔应该是 一直是执行他的分推 甚至是马上要做到破败 分推下去的话 左翼是绝对过不来的 那左翼在正面团战 强行过来去接战的话 其实他的效果就会很低 他一定是先poke 然后再来打这波团的 大树还在侧面 还在骚扰 马尔扎闪现撞强 是 比较失误的一波闪现 那并没有说能够抓到OMD的人 刚才没有看清他是怎么闪的 但其实是 确实没有任何效果 那这一波其实是 这一波危机 还在是不是要继续开 还在开 开到了对方的一个踏步 而正面的话 牛逗又在先守大树 大树的时候是比较坦 但是马尔扎有了一个大招 他其实还是要被限制到 必须要交闪现了 那个赛领士交了一技能 钻地走掉 但常常还是W过来 紧缩了三个人 想花了一个大招 但是牛逗闪现过来 回来又是抓到一个塔姆 塔姆是瞬机带走 那可能是跳过来 继续搭配减速 想留人 但是没有人可以再继续跟了 但这个时候 娜尔已经是把下路的兵线 继续带了进来 所以危机两路兵线的优势 应该是可以再把 第二路的高地给拔掉 而且下路这边也是 把兵线带了进来 这波下路高地也掉 是的 那两路高地的优势 绝对是能带到了 而且上路好像是被 被小兵拆到了 对 没压塔没了 那这样其实三路都是 这上路的高地 高地踩一掉的话 龙叶没了 对 其实刚才这波 已经是OMG最好的机会了 对面是 蚂蚱闪现有点失误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 再加上对面的AD没有水 但我觉得威继 确实他在牛头和维鲁斯的 断断续续的一个控制的 追击的过程中 他们表现的真的很不错 就第一波维鲁斯的控制 逼退了一个塔姆的吞 那小炮的话也是被打残 小炮不停地 交自己的技能逃脱 逃脱 然后牛头第二波闪现 再定场 又逼到了对方的一个技能 所以其实这一波下来 马尔扎哈大招在侧面 一直威胁到 1D只能撤 就他们的先手 命中率太高了 就让1D的后排是 没有人吃得消 就必须要走 那现在下一波 马尔扎哈是 闪现马上就要好了 看这个转的话 已经只剩一半了 一半的CD 其实再把上路兵线带进去 中路兵线带进去 基本上大招和闪现 都会是有的 很难打了现在 这个1D上路 这个大树 其实装备还差一些 它依然扛不住 这个马尔扎的伤害 现在只要你愿意 剪召唤师技能的CD的话 有这个 有起风的秘籍 有这个 还有鞋子 鞋子现在换了 现在刚才是CD鞋 现在是出的一个法转型 然后还有新界东西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剪很多很多减C 基本上马尔扎 现在应该就是40秒左右 一个大招 短的话可能37秒 还是蛮夸张的 现在减C的应该是30% 维瑞苏仪在后方poke 但这时候是有一个大树的绕号 而且纳尔这时候不在那儿 也没有TB 基本上是OMD的一个机会 大树进来 捆住了三个人 这时候进场的OMD的人是在的 输出打得很不错 哇 左翼这个Q太夸张了 直接把马尔扎给解决掉了 那这样的话 小炮女士看起来收割的机会 但是纳尔从侧面赶过来 但是正面维鲁斯就被脱节了呀 那这样小炮又可以继续收割 没错 那这样是拿到一个双杀的小炮 正面的团战是由OMD获取的胜利 如果OMD没有被破两路的话 这一波能够反推回来 但是由于被破两路 现在只能回去收它 我刚才输出好夸张啊 你看到这个左翼的Q 就瞬间配上 就后排就已经是必须要较劲地走 那但是维瑞因为兵线的优势 所以其实是把OMD卡在了家里 那这样维瑞是有机会 而且他没有大树不能再大树过来 这个龙的话只有半血 看了一个赛的惩戒了 有水面球 不能再大 哇 下得好快啊 瞬间一千多地球 我的天哪 这样是绝对不能再打 但是下一波这球又是打得上去 还好是由那尔来扛住 那但这样的话 反而是远古巨龙要被接盘了 OMD再次靠着左翼的完美发挥 加上小炮子一个收割 打赢团战之后 在远古巨龙处 应该是可以把这场比赛 搬了回来 风水轮流转 他将攻不过 对 他那一波绕后也是终于有队友可以跟上了 如果没有那一波绕后的话 这一波推下来就直接没了 你看这一波大树是开到了三个人 而且两个猴排其实都被捆在了一起 Q就能把这三个人都怼在了一起 而左翼远程的 过来的 而且猴爷没办法 他并进 你看到没有 这个伤害好高 这两个Z位瞬间血条就跟没有一样 真的确实左翼玩得好的还是很夸张的 一 二 三 三 这个后期的输出 危机一定要小心 现在其实是 又来到OMD节奏 而且因为OMD在小炮的经济上是领先很多的 所以小炮是可以回程 买出门 买出门 再把火炮给买出来 对 再把装兵买出来了 所以他现在是 神装的同时 还是 可以帮队友在弥补一下兵线的劣势 他现在要把火炮给卖了 我觉得 他应该没必要做三共识吧 应该还是要鞋子 欸不对 他买回来了 他刚才没有放 他刚才没有放那个门 然后他就卖出去了 手按快了 现在应该是按出来了 那下路的兵线应该是能扛得住的 但危机因为是 一直是领先三路的一个兵线 所以其实他们依然有 主动进攻的机会 利用兵线 一定要利用兵线来做文章 那如果又不被开呢 大叔的大招已经捆住 但是 小段是组织发生一个紧张 但是 鸟掉了 鸟又被鸟了 我的天哪 这个卡普泰因的输出 打得太漂亮了 没有马尔扎哈 正面危机 毫无抵抗能力 那这样1D是可以叙事的追击 来到中路 是把小 这个大 牛头给解决掉 但是他们又 在上路招到了马丁 丁皇的话 应该是也很难再 吞祸下来了 又被吞到嘴里 瞬间再走 那这样的话 70秒的复活时间 感觉要一波啊 但是下路的兵线 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1D 还是没办法 没办法 那下路没人去守吗 但是其实是一波机会 由于这一波机会的话 他们是可以反推一路 甚至 就由于这波机会 他们可以转到自己 水晶复活 并且反推一路 对 那下一波 他们是不会有超级兵的影响的 那么 来反推的话 马尔扎哈有20秒 绝对是有机会 来到高地处 但是他们 不对 1D好像不准备再推吗 想去抓人 但其实这个选择的话 会让他们浪费很多时间啊 推的话挺好的 推的话挺好的 对啊 他不应该放弃啊 这样的话 什么都没有赚到 就外塔的话 他是没有赚到的 等兵线过来 这时候看一下 他高地肯定是 有点难了 看一下复活时间 马丁还有28秒 卡兹克还有10秒 那推完这一波 维基三路复活 现在再把兵线 就OMD三路复活 再把兵线给带出来 看一下这一波 高地 塔的话应该是能推掉 利用这一波的一个TP 出此一波了 是的 但是马丁马上也要复活出来 所以又是一个威武的对抗 水晶拖完之后立马就要走 反推 不能被撩 反推推完直接走 还好刚才没有就一直追 我就怕OMD犯这种新队的错误 危机在一个地方跌倒了两次啊 我觉得这没办法 这真的是在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这就是左翼为什么不能放出来的一个原因 他的一个Q是什么状态 核弹Q 而且他现在是有帽子的 就没有魔炕的人是直接被他秒的 像中路来说的话 中路就没有魔炕 然后AD也没有魔炕 对 刚才他是打造一个小兵 偷到了一个火箭腰带 然后他是Q阶段打上去 火箭腰带套上去 一个人没了 就很简单的连招 这和平常的不一样 平常秒的时候可能还有一点时机来给他 给大家放一个什么 还反应一下 放一个盾 放一个山岳之戎 放一个秒盾 闪现治疗 对 但现在 这个掉血做得太快了 蹭一下就死 对 所以这其实是开不太一个个人秀啊 这一场 就看他能不能带领OMD来 把这场比赛完全的翻回来 因为其实危机 最球极致伤害 现在还把鞋子卖了数一个炉灯 我的天 这个法强有点夸张了 八九百合应该 那他的Q技能伤害 应该是绝对有一千 因为他基础的Q技能伤害 就有五百 后面又有TP 看会不会在一个地方跌倒三次 来了 而刚才牛头的WQ已经用掉了 大叔已经来了 郭亏的一个绕号是有闪现的 这边是已经被掩位 发现看一下 危机往哪边撤 他抱团包在一起了 那这样的话 马尔扎是闯动走掉 但是前排牛头就没什么好运 牛头是必须要被卖掉的 一个赛就扑出来 抓到了马丁 马丁被留住 小炮已经开始了收割的节奏 没有COMPTA 但是有小炮的存在 987已经开始了一个收割 完全是有机会 把这波团队给解决掉的 那手里是有治疗 但是这边的一个侯爷 是成功地逃到了上半去 但没有马丁 也没有 这边还要杀 这边那儿又被杀掉了 我的天 而且旁边那边的话 是追死了侯爷 987这一波 应该追死之后 可以带着兵线一波结束比赛 其实刚才我们有 我觉得危机 是查局到大树绝对来了的 但他们的阵型 还是保持得非常集中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失误 让大树依然是配合雷克赛 切到你的后排 特别是马丁刚才那个走位 基本上是没得走的 就只要队友抱财在这儿 他是没地方可以走的 那这样的话 把OMD53分钟靠着他们的中单 以及大树的绕后的表现 终于是要把战绩扳回来了 虽然宗席有很多失误 但是最终的话 大树还是借助自己的一个发挥 挽救了队伍 是的 也挽救了他的尊严 那恭喜OMD在54分钟 打出了第一场比赛成立 恭喜他们 这一场下来之后的话 应该会大大的提升士气 哇 没想到OMD 竟然是靠着左翼这一手 加上大树的绕后 就直接把这一场整场比赛 就大烈士的比赛给搬回来了 那当然也是得益于 之前小炮的一个 小炮加队一的完美的发育 就他们双C的发育 在之前塔一直被破的时候 他们是没有落后的 是的 那也是恭喜OMD 率先拿下一城 让我们稍作休息 期待下一场精彩对决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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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